一碗红枣,上锅蒸熟,去掉枣糊,加一盒纯牛奶,打成枣泥,成芝麻糊状,加适量自发面粉,搅拌均匀无需发酵,饭碗刷油,放入面糊,摆上红枣,醒30分钟上去蒸30分钟,松软好吃的枣泥发糕就做好了。 我的妈呀,枣香四溢,真的比面包还好吃,糯唧唧的红糖水麻薯。 夏天的花生米不要总是油炸了,可以试试这道醋泡花生,酸爽过瘾,越吃越想吃。 锅中水开加一勺盐,倒入花生米,和这几种常用的香料,煮15分钟捞出,放饭片,洋葱,青红辣椒。 调味只需倒入一包这个大厨,根据比例调制好的醋泡汁,其他的调料都不需要放了。 还可以泡萝卜泡黄瓜,都非常的好吃入味,搅拌均匀即可开吃,是不是很简单?赶紧去做吧。 火龙果切大大的小丁,500克清水,20克糖,30克白凉粉,搅拌均匀煮开,加入火龙果搅拌,倒入盆里放凉就成火龙果果冻了。 没有色素防腐剂,夏天来一块太结束了。 虾子不要只会白啄了,像我这样做,酸爽开胃,好吃到停不下来,先虾下锅煮熟捞出,剥去虾壳,要点黄瓜,藕片,洋葱和各种配菜柠檬,好吃的关键是加一包泰式风味汁,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,清香爽口,我每个老公都好这口。 五分钟就能搞定的营养早餐饼,西红柿碎,加葱花,三个鸡蛋,好吃的关键来一包调好味的蔬菜煎饼粉,搅拌成面糊,锅先不要开火,舀两勺面糊摊匀,小火烙至定型后翻面,这样做的煎饼松松软软,全家人都喜欢。 早餐不知道吃什么,来试试这个西红柿鸡蛋饼,西红柿,葱花,三个鸡蛋,一包煎饼粉,全部搅拌成五颗粒面糊,锅刷薄油倒入面糊,撒点芝麻,煎至三面定型即可,简单方便,松软还好吃。 许多人在家里做鱼箱茄子,都是用油炸,那样太浪费了,今天这个方法不用油炸,也能做出比饭店还要好吃。 切好的茄子放一把盐抓拌均匀,腌出茄子的水分,再用清水多洗几遍,把茄子表面的盐分洗干净,再挤干水分,这样处理锅的茄子容易熟还不费油,并且还能进一步去除茄子的色味。 起锅烧油,放少许肉末炒熟炒香,再放松姜蒜,然后倒入一包这个调制好的鱼香酱汁,它不管是炒鱼香肉丝还是鱼香鸡蛋都非常的好吃。 开大火煮个两三分钟,继续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 茄子你像我这样做,软烂入味,赶紧去做吧。 火龙果不要再直接啃了,教你简单两步做成小朋友都爱吃的果冻,锅里倒500克水,20克白糖,30克白凉粉,搅拌均匀煮沸,关火放火龙果,到碗里放凉就凝固成果冻了,就是这么简单,喜欢的给个爱心支持一下,谢谢了。 火龙果些圆圆的方丁,500克清水,20克糖,40克白凉粉,一起搅匀煮沸,关火放火龙果搅拌,倒入碗里放凉就是清甜爽口的火龙果果冻, 没有色素防腐剂,简单还好吃。 很多人吃火龙果把皮扔了,这是错误的,它含有珍贵物质花青素,果皮处理干净放锅里,加冰糖,500克清水,煮出颜色后捞出来,加40克白凉粉,煮至完全融化,倒入果肉,放模具里自然放凉至凝固就成了火龙果果冻了。 这样做的火龙果果冻不仅干净卫生,营养价值还很高,早晚这样喝,再好的化妆品也比不了这样的搭配,黑米,糯米,红米,红豆,云豆,花生,莲子,紫薯,山药,加适量漂亮水,焖煮60分钟,一个星期喝两次你就是接上最亮的妞,自己不会搭配的,可以试试这款七日粥,周周有营养。 饺子皮横切两刀竖切两刀,用手抖散,六成油温下锅炸,炸到金黄酥碎飘起,捞出控油,超简单的锅发就做好了,再撒点这个烧烤料那就更香了,做法简单,真的酥到掉渣。 把茄子放入锅里蒸一蒸,出锅瞬间变美食,新鲜的茄子上锅蒸10分钟,出锅放凉后用手撕成小条,摆入盘里备用,碗里放蒜末,葱花,小米辣,热油炕香,一小包麻香凉拌汁,其他盐醋调味料就不用放了,淋在茄子上即可,这样做的凉拌茄子清爽不油腻,软烂还入味。 香蕉扒去皮皮,饭碗里用叉子压成泥,加白糖,糯米粉,活成光滑的面团,揪一块压成饼,过蛋液,再裹上酥脆的面包糠,六成油温下锅,一定要炸到每个饼饼都鼓起,这样做的香蕉糯米饼才外酥里糯,香甜又不腻。 我告诉你啊,过年家家户户都要炸的豆腐丸子,这样做才酥脆好吃,豆腐捏个稀巴烂,加盐,五香粉,胡萝卜,葱花,火腿肠,两个鸡蛋,酥脆的关键是加一包脆皮酥肉粉,全部抓拌均匀,用虎口挤出丸子,六成油温一粒粒下锅,炸至定型后伸刀油温复炸一遍会更脆,这样做的豆腐丸子喷香酥脆,一上桌就抢光。